接下来关心社会焦点 这是在台东的南回公路上 传出有一起机车骑士坠落 消不快的意外事件 杰米21岁的杜姓男子 今天上午骑重机 行过台九线 由南往北行驶的时候 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的路况 自撞路边护栏之后 连人带车翻落到四公尺深的 消不快上 警消接到民众报案 最后赶往救援 杜姓男子意识清楚 脚步受到擦措伤 随后被送往了台东马街医院 来进行救治 警方特别提醒 台九线南回公路是山区的道路 右路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况 切勿超速 来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国道一号北向25公里 三重到重庆北路的附近 下午2点34分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大户车的自撞意外 现场的这辆半连结车 因为撞击了侧边的护栏大亨 占用了北向中线 还有外侧的两车道 碎石散落到南向的内线 中线还有外侧车道 这几乎全部都受到影响了 所以就南北双向交通都受到阻碍 国道警察局是接货通报之后 立刻派遣了巡逻车进行管制 并调查事故的原因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排除了事故恢复交通 好在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来看到花莲 有一名偷窃惯犯 他看准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小货车来下手 偷完东西要闪人的时候 被车主逮个正着 没想到他居然当场 直接下跪向车主来求情 车主是一时心软放走了他 就当他以为自己逃过了法律制裁的时候 还是被巡逻的警察 从嫌犯带的尾借给认出他来 逮捕道案 画面中央男子在货车旁来回张望 观察环境确定没人注意后 下一秒走向货车 摸了一下车门发现没有上锁 熟练的打开车门爬上货车 开始翻找车内财物 没想到车主回来要开车时 男子正好下车 被车主逮个正着 男子变成自己是在车上睡觉 但是面对车主的其他问题 却不断跳针 前言不对后语 男子见无法隐瞒 竟然在大街上就这样 跪了下来 抱住车主的大腿 薄取同情甚至开始磕头 让车主一时心软 决定放走这名窃贼 但是法网灰灰熟耳不露 半个月后 华联警方在国联五路巡逻时 竟然因为看到违借的款式 抓到这名小偷 这位窃贼过去就曾有盗窃前科 这次还学不管 又因相同的原因 再次被捕 实在是贼心该败 记得留几交张志仁 华联报道